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sther 養心分享 今天是開心星期一 一個星期一開始 預祝大家有一個非常喜悅 非常productive 有生產力的 非常meaningful的一個星期 有意義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只有做字 賺錢也不是太滋養 好,很多謝大家 上星期五,我分享出了街之後 竟然有很多人留言給我 還有很多人都留得相當不錯 非常有水準 大家也非常合作 我說了,你不要教訓我 不要給我意見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位置 我不想聽意見,我不想聽教訓 我想自己去論一件事 所以你分享自己的心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舞 看到你們很多的留言 是相當之感動的 我自己覺得 我留這條片的時候 就是我上個星期五那條片的時候 我都想 出街好不出街好呢 這條片是連我自己都覺得 會不會太赤裸 會不會是將自己 這麼脆弱的一面 呈現於人前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很蝕出 連我這麼喜歡 分享的人 我都會有這樣的懷疑 然後我把整條片看多一次 之後我發覺 都應該沒有問題的 OK 尤其是已經拍了 整千條片 九百多條片 你不喜歡我的話 你不會留下 也有些朋友留言 就說 Esser太好了 你終於找到真正的自己了 這一句我又覺得 不是太認同 為什麼呢 第一 我過去那五十幾年 我都是在做自己的 每一天我會起床 嗯今天我扮誰好呢 或者我今天要怎樣 不會 你每一天都是在做自己 只不過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 我們是會不斷地去發掘到 真正的自己 新的自己 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如果一年後 五年後 十年後 十五年後 我相信我會不斷地變下去 不斷地 我相信我會變得更加好 更加精彩 更加迷人 更加 whatever anyway 這個是我的看法 那 然後呢 我就 由上個星期到現在 我不斷地去思索這件事 就是 啊 接下來我會怎樣呢 有幾件事 有幾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OK 第一件就是 當我發現 我自己裡面原來是 這樣的時候 什麼叫這樣 就是 其實我裡面是 嗯 很柔弱 很脆弱 好像我上次說 其實我雖然保護 我很怕悶 其實我很想陪我 很想和我吃飯 很想和我聊天 很想 有人聽我的心事 很想是 呃 有人陪我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例如逛街 嗯 嗯 最近多了很多開心的事情 就是 我很少和人逛街買衣服 我沒有這些事情 就是我沒有說 和閨密去逛街買衣服 我是沒有這件事 嗯 一來就是 我覺得買衣服是很個人的事情 特別有意義 就是說 其實你和朋友去的話 其實他 譬如 譬如 我很多朋友是很受削的 我是加大碼 他們可能加小碼 其實你加大碼和加小碼 可能一起買東西 為什麼 總之不同 我不會解釋 然後最近 我就發現 我認識了 差不多40年的死黨 十多歲就認識他 我們一起去買東西 有一集我講了 我們一起去東涌買東西 在那個 東回城 好像叫做 我們發現 第一 我們去的店鋪是一樣的 第二 這樣變成怎樣呢 就是他試衣服的時候 我又可以試衣服 我試衣服的時候 他試衣服 如果不是你陪人買衣服很悶的 譬如說他試衣服 大哥 分分鐘 十五分鐘坐底 半個小時 都不站 那我坐在那裡做什麼 那你一定是一起去試衣服才好玩的 那 然後 我們突然發現 我們是有 我們突然有回歸密的感覺 然後我們決定下一次 再過多一兩個月 或者什麼時候有空 再去多一次 今次就不是了 今次就是 由下午吃Buffet開始了 進去東回城 東涌去吃Buffet 我不知道這間酒店還有沒有呢 如果還有的話 就去吃Buffet 然後吃完午餐之後 就去買衣服 逛街 因為上次 我們只是走了三分之一 這樣 然後 走兩三個小時 然後 就累了 就坐下吃個下午茶 吃完下午茶之後 再走他兩三個小時 然後 又休息 就吃晚飯了 這樣 分開三部分 這樣 這些事情 令我感到高興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發覺我自己入面 開始不斷轉化 當我不需要再拯強 還有 其實說真的 心底裡面 我是知道一件事 就是 其實 溫柔 Softness Tenderness 這些 溫柔才是最大的力量 來的 當 有時候你看到街上一些人 無論是年輕人 無論是一個賣菜的 一個菜檔老闆 或者是賣海鮮的 OK 基本上 有一些人 他很粗口爛舌 OK 為什麼有人會粗口爛舌 或者說話的時候 很多粗口 其實就是 內心是沒有力量 即是 你要加一個 助餘詞 去令到一件事 更加有力量 那就是說 你有一個前設就是 你覺得內心是沒有力量 是不是 然後當我發覺 咦 如果我是將我真正的自己 去呈現於世界 亦都呈願在我自己面前 的話 其實我需要掩藏什麼呢 是沒有的 然後這個想法令我更加有power 更加有力量 就是 最近是 很多好事發生了 那再加上 很有趣的 我就開始想 其實如果我真的要創造一段親密關係的話 到底 我想創造一段怎樣的親密關係呢 老實說 在我身邊 有很多的夫妻是很親密的 OK 但是我沒見過有一段 是真的我覺得 我也想要一段這樣的關係 OK 那有趣是什麼 就是昨天 就是星期日 的 不是 今天是星期日 昨天是星期六的 錄影的時候 是星期日晚上 昨天是星期六 我去了探望一個 以前我在Poly讀書的時候 的一個教授 就是史文雄教授 史文雄教授 史文雄教授很有趣的 他當時教我什麼呢 就是教我電影 我就沒有想到哲學那類東西 但我想到一個叫 Film Appreciation 就是電影欣賞 然後他教電影欣賞 他教了一個叫 Spaghetti West Spaghetti West Spaghetti就是意粉 West就是西部 其實Spaghetti West 是講一種電影的元素 就是西部牛仔片 你說的西部牛仔片 其實是黑白的 還有說 其實你如果不聽他說的話 我想今時今 是沒有太多人 喜歡看西部牛仔片的 但是你聽他說完之後 你會發現 Oh My God 一出戲 可能在講90分鐘 你可以講 三五七八九十個小時 由他的配樂 由當時的那個演員的演技 為什麼會這樣說話 為什麼手會放在那裡 然後跟著那個場景 演員的表情 他可以分析得很細很細 然後跟著是可以將 如果一出戲 是一碗粉絲的話 你會吃到魚翅的味道 Anyway 我去到你家 就作客 我幾十年來 都沒試過 我沒試過Poly畢業之後 是去探討任何的教授 或者我們叫港師Lectoral 沒有這樣的練習 Anyway 這次很有趣 就是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我要去 其實最近都很忙 其實星期六 我都很想留在家裡休息 因為這個星期 每天都出街 Anyway 我就去了 那我就聆聽我內心的呼喚 就是去啦 這樣去了 那很有趣的就是 阿教授呢 就住在火炭一些低密度的 一些 又不是別墅的 一些 一些 很矮的 三層 只有幾層 可能三五七層 然後那個地方 就很遙遠很偏遠的 基本上 你開車都很難去 真的很容易去錯路 那去到之後 我發現 第一去那個環境 你知道人家是做得教授 OK 當然整個屋都是書 整個屋都是書 整個屋都是DVD 還有因為他是 研究電影 藝術等 那樣東西 還有是政治 他都有講政治 他也有網台 有YouTube 有節目 於是整個屋都是 真的讀書人就是讀書人 整個屋都是衰 有大鋼琴 有兩張很大的飯桌 有客廳 然後他另外一間房 一間房 就全部 好像一個小型的圖書館 就是一行一行一行的 書 DVD CD 好多的 然後另外一個走廊 整個走廊都是電影的 好多的 有趣的是 教授和師母 那個相處 是令到 我覺得 我就是想要這些關係 首先就是 教授退休了 他今年都76 都很健康 師母其實是大學同學 其實都不簡單 你說70多歲的人 以前是大學同學 其實在當年來說 是非常 就算現在也好 因為我們現在的父母 或者祖父母的一輩 其實是未讀過書 也很多 特別是女士 但是他們早期 是說 早期的話 是只有HKU和CU 其餘 只有兩間大學 當時理工也沒有 是吧 理工就叫做理工學院 然後 我第一次坐下 就是他用一些蛋糕 招呼我們 這塊蛋糕 就是 教授親手做的 我說 你會做蛋糕這麼厲害 但是蛋糕 是做得出奇地好吃的 後來我這麼好吃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甜品 我們小時候 總之我對甜品一般 我不會 無緣無故買一塊蛋糕 買一塊甜品 給自己吃的 我不會的 買雪糕 買雪條 不會的 蛋糕 糖 不會的 總之我不流行吃甜品 如果不是我這麼重大 可能一分鐘 沙發一塊這麼大 哈哈 他就說 因為他有一個 德國夫婦朋友 住在附近 德國夫婦朋友 家族是做蛋糕店 所以 教他做一些很 很專業 很精緻的 橙酒蛋糕 所以 蛋糕底 是提子 然後 放了橙酒 然後蛋糕 看起來 沒什麼 但吃起來 真的是專業水準 而且 他不會很 anyway 很好吃 然後 師母 問我們 你要喝茶 喝咖啡 還是喝奶茶 我看他拿著一瓶咖啡 咖啡可以 他說 你要奶 我要 其實他問是一個禮貌 然後 有人笑我 要奶 即是你不懂得喝咖啡 我說 是呀 我真的不懂得喝咖啡 然後 教授就說 這個非洲咖啡 好東西 其實你可以不下奶 我說 我知道我可以不下奶 但我選擇下奶 因為我喜歡 原來咖啡有奶 anyway 你看到別人是很有情趣的生活 還有他們是一個是唱歌 一個是彈琴 不知道誰是唱歌 誰是彈琴 兩夫婦是一唱一和的 然後是 跟著他帶我們去行山 一邊聊天 當然 人家這麼書鄉世代 讀這麼多書的話 的話題是沒有什麼廢話的 其實除了他們吃的東西很好吃之外 他們的生活很有情趣 然後我們聊完一大堆 吃了蛋糕 他們就出外了 他們家裡的後山 有一個很漂亮的行山徑 行山徑 可以看到整個沙田 整個 整個沙田區 你能看到 然後 他們帶我們去看釣鐘花 很多沿途 很多釣鐘花 有吉子 即是有吉的花 即是橙色的吉 有吉的樹 有吉的樹 但那些吉的樹 很多都沒有了 因為被猴子吃光了 然後還有什麼呢 有這個 迎春花 我不知道原來迎春花是很小顆的 很小顆的 只是白色的 即是說什麼呢 教授和師母兩個 不單止做蛋糕厲害 不單止教授主打是哲學 然後跟著他音樂很厲害 電影很厲害 然後跟著他們 在山上很多的花草樹木 他會告訴你 這個什麼花 這個什麼草 這個什麼 即是他們連樹木都很有研究 然後晚上 走完山 走到氣挪氣喘 我自己 然後回到他們家 他們就開始開飯 教授師母 是安排得非常好的 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人家作客 我經常去別人家作客 在那些作客 有一件事是經常出現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主人家經常不是坐在那裡 就是你在那裡吃飯 然後主人家 就經常走進廚房 在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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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那裡吃 那你不是很好意思 你想等他去 就說沒有了你先吃 然後有半頓飯 主人家在廚房 這個是一些很 很差的主人 什麼意思就是 其實別人去你家吃飯 不是吃你的情 不是吃你的鮑魚 不是吃你的雞燉翅 不是吃你的花膠 其實是吃你的情 所以你的房子有多漂亮 你的台的食物有多精緻 不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來吃東西的 如果我要來吃東西的話 我去半島 而是其實別人是來 坐下來跟你聊天 特別是我這種人 我這麼忙 我來到你家吃飯 不是吃你的東西 而是坐下來跟你聊天 去感受你的人情 師母有什麼好 其實他滿桌的食物 是安排得非常好 你明白 他的時間控制是多好 有這個華什麼雞呢 華江雞 總之這隻雞很美 那隻雞 二百多元 然後有西洋菜 鮑魚仔 鮑魚和蘭北海蜜棗 我最喜歡喝西洋菜湯 然後湯很甜 因為有羅漢果 沒有蘭北海蜜 沒有蘭北海蜜 有羅漢果 所以很甜 然後有南乳齋煲 然後還有什麼呢 有炆冬菇 蠔屎冬菇 炆法菜 還有一個 不知道炆什麼 斑頭腩 三色椒 橄欖 炆斑頭腩 還有一個什麼菜 總之整台都是好東西 每一個菜都是精刁細剁 不是拿回來 不斷開罐頭 或是炒的那些 而是每一樣東西 都要用很多心機去做 這樣 然後 接著 吃完飯之後 我們發現 教授說 沖薄荷茶給我們 薄荷茶 也是他自己去買回來的 你會發現每一件事 整件事 無論是他那個 酒 那個橙酒 Raison 那個蛋糕 他那個 南非咖啡 他 跟我們說他的電影 音樂 所有的話題 然後是 帶我們去行山 然後是那頓飯 然後就算最後那個薄荷茶 你會發現 他們兩夫妻對於生活的那個品味 生活的那個要求是很高的 他住的地方其實都很漂亮的 因為說的是那些地方 他們早期買下的 如果現在的話 其實都要一千六七萬 一千六百幾萬 一千七百萬 你才買到的那些地方 一千多呎 這樣OK 實用都一千一二呎 你會發現 其實我是想要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做投資的時候 我認識很多有錢人 我發覺 很多女士都會想嫁過有錢人 OK 我之前有沒有告訴你 我去商啟過一次這麼大把 對不對 而對方就是 不單止有錢 而且是非常地顯赫 因為我給卡片 我已經 原來你就是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 別人是什麼什麼 什麼學會的會長 那當然不是賣豆腐協會 別人是那些 有房子有樓有車有艇 那種 你明白嗎 然後看到原來你就是他 所以我很贊助別人的雙體 因為雙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雖然我們都不醒了 都是欠一點緣分 但我覺得整件事是非常地好的 所以我也很感恩當年 這個讀書會夜校的某某 就介紹我 他這個表哥給我認識 這樣 這樣好了 然後呢 然後我發現原來 當然有錢很開心 就算教授你住那個地方 你沒有錢你都住不了 雖然當年買他很便宜 當年買的時候便宜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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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時今日就不是 大哥一千六七萬 你哪來賺 錢是重要的 在一段關係裡面錢是重要的 但是錢不是最重要 當我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再說說 年輕的女士通常是貪帥子的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很多男朋友很英俊 然後 然後呢 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三十多歲便會發現 唉不要啦 英俊不可以當飯吃的 還有呢 一般來說 英俊沒有本心的 或者是不是啦 譬如是木村托哉 就是很好的男人 還有 就算是演藝娛樂圈 也有很多好男人的 所以英俊沒有本心 其實都是我們的投射來的 好了 但是一般來說會是 對啦 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 Oh my god 原來沒有錢 你捱得那麼慘 你不可以不上班 不可以說 不做著 不開心 你也要上班 不舒服 總之公司忙 你就要回去做 然後 上班是成為了一切 OK 然後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發現 唉 他就算不英俊 又不有錢 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麼呢 心事細 他心事夠細 就是 下下顯得他 哇他真的很有心啊 他真的很有心思 你知道女人很喜歡這些東西 OK 然後我們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發現是什麼呢 其實去到最尾 現在五十多了 就來登陸了 其實是什麼呢 雙伴 Togetherness 雙伴道路 然後我看到 嗯 我曾幾何時是很貪帥 我也很喜歡男朋友 很帥 然後就是有錢 剛剛說了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真正喜歡的 不是帥 不是有錢人 而是什麼呢 我想那個男士的才華很重要 我曾經認識過一些 外表上很吸引我的男士 但是 沒有什麼學問 沒有什麼太大的情趣 沒有情燥 沒有什麼太多修養 沒有什麼本事 原來我是不喜歡的 然後其他的東西 是掩蓋了他的英俊 沒有用的 那由這個禮拜 我看到 教授和他太太的那個相處 大家是很尊重對方 非常照顧大家 非常給予很多空間 很享受生活的細節 然後我發現 是這件事 是這件事 我就是想找這件事 就是大家 不要跟我說 怎樣賺錢 不要跟我說 你有什麼大計 可以說這件事 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的生活的情趣 和養生 我想我依然會做生意 就算你給我嫁了老公 有五億身家 然後他給了兩億給我 或者我自己有兩億身家 我想我還是喜歡做事 因為 做事很開心的 但可能不會做得那麼忙 可能以後就是 每個星期出一集 就算了 然後精雕細剪地 去做好一集就算了 就不好 嘩 又要讀書會 又要拍東西 又要開班尋石 又這又路 又要看著會員人數 嘩 真是 鬼那麼多事做不好 一個星期拍一集就算了 然後就 真的做得很好 這樣一集 這個是我的 下一步 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OK 然後我發覺 其實愛情 怎麼會不重要呢 愛情 當然重要 第一 中國的歌詞師父 對不起 詩詞歌父 詩詞歌父 第一段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講愛情 然後 如果說愛情不重要的話 其實整個電影行業不用做 然後大部分的小說 當然小說有很多種的 有科幻小說 有奇情小說 有各樣的 怪異的小說 但是其實很多小說 都講愛情 很多電影 很多韓劇 很多歌曲 很多 甚至乎舞台劇 藝術 油畫 很多的雕塑 很多東西都是圍繞著愛情的 如果愛情是沒有用的話 其實 第一人類會滅絕 你不會拍拖 你不會代入愛河 然後結婚生子 人類會滅絕 第二就是 其實很多行業會滅絕 愛情 怎麼會不重要呢 愛情很重要 還有愛情對於每個人都重要 只不過我們現在城市人 都市人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不戀 大家都懶得去戀愛 大家都比較自我中心 比較著重於滿足自己 所以很多大城市都是這樣 就是愛情慢慢地消逝 所以我想 相聚以後的發展 就會圍繞著兩件事 第一就是 賺錢 因為 你怎麼可以有麵包沒有愛情呢 不可以的 然後 反過來 你有愛情 有愛情沒有麵包 或者有麵包沒有愛情 都不可以的 然後就是養生 spiritual growth personal growth 個人成長 靈性成長 然後其他的玄學 各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輔助來的 我想我自己半身 都在追尋著個人成長 追尋著靈性成長 其實很多人都是我見到身邊 其實追尋這些東西 by the end 會怎樣 你成長去哪裏 一個人孤零零 過了下半世 那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我投射而已 那你未必需要的 如果你是打算 你都已經打算單身的了 都打算是 一個人清清淨淨 過了下半世的話 那我也恭喜你的 就算我們要追尋 也不一定是追尋到的 那你也要看一個種子 夠不夠的 這樣 那好了 所以 那就講到這裏 這樣 那其實呢 你如果找我youtube的channel 你會發覺 現在我們把所有節目 都分成項目 例如是這個 我們有一個category 叫做親密戀愛關係 然後 然後 性愛 然後 然後 有女性力量 神秘學 陰謀論 UFO系列 溝通技巧 Kiss Kiss Health Home and Fitness 性格分析系列 當然 有Esta 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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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你可以找回我剛才說的親密關係 和性愛 裡面有很多資料 就是你怎樣 不是很多的 有做一些集數 就是講怎樣去找一個好伴侶 OK 這樣 好了 講回一些例行公事 今天呢 就是 星期日 錄影的今天呢 就是剛剛我們做完 Money Meditation 第39班的 這樣 因為時間有限 那就留下集再講 有些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然後 這個月 就下個禮拜 下星期日 就會有一個 天使能量清洗及彩虹 冥想創造法的第一班 這樣 有時候呢 我發現 我們有很多未完結的事情 可能是傷心事 可能是激氣 可能是失望 可能是內疚 這樣 那需要清洗一下 OK 然後清洗完之後 就可以創造我們的夢想 那已經有些朋友報名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在讀書會 我們在讀書會 那我就發現 兩個小時 是無法運動兩件事 只能運動一件事 或者是 所以現在 我把時間改了一點 就是由3點半到6點半 OK 3點半到6點半 多了整個小時 但是費用 仍然一樣 所以 就變得很划算 這樣 是不是都划算 這些事情 以後我們都會 多很多週末的 冥想 工作坊 這樣 逢星期一 John O 就會有冥想班 以及有氣功班 大家不妨兩班都報了 這樣就 一晚過 然後 周末我們有冥想班 為什麼呢 因為今時今日 無論你是做商業決定 無論你是做一些 生活上的 各式各樣的決定 如果你靠自己的腦 的話 通常都是 沒那麼好 當然是最好用一下 宇宙的力量 用一下宇宙的大愛 宇宙的智慧 所以 會有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冥想班 會出現 如果未報名 就快報名 接下來的星期日 2月28日 2月28日 星期日的下午 3點半 至到6點半 同時 Vincent Pan的七姊妹 星人宇宙教室 已經出了街 大家反應也非常熱烈 出街的今天 就是星期一 我們會放在網上 48小時兩天 給大家看 48小時之後 部分二就會看不見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 的話 快點開來看 因為Vincent 講七姊妹星人的宇宙觀 其實我求他半年了 求他很久了 求他 求他 才能捉到他 來和我做錄影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 好 講到這裡 今個月的入會優惠 是非常之多的 就會有高師傅的講座錄影 就是2021年 如何擺 趨財陣和趨桃花陣 原價是199 現在是免費送給你的 如果是現有會員追加的 就是99元而已 然後第二樣是什麼 就是吸引力法則 實踐版之終極之旅 吸引力法則非常重要 原價是489 現在呢 如果你追加的話 只需加9.9元就可以了 就是3-4個小時 還有成為我們會員的話 所有的活動 報名都會有優先 會有報名折扣 一般來說大概是100元左右 所以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又喜歡出來 搖頭 出來上下課的話 是非常地底的 OK 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